之前摸底了梅西大学的留学生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 这一期在聊聊梅西大学有前景 还有机会拿PR的一个专业就是建造学 然后我们也遇到了梅西大学的这个建造学的副教授 来讲讲他们内部的一些看法 一起来看看建造学学习和毕业之后的状态是怎么样 我是Reno 我来自研究科学院的研究科学 我工作在建筑部 这里我们有很多东西从中学和中学 我们是最大的学校在新西大学 在建造和建造的環境 我们有很多朋友从中国来学习 我们有一个大学的大学 像是Xinghua University 他们一直来来工作和我们 我们去训练他们 我们工作和很多大学 像是South-East-South-West 他们爱我们 我们爱他们 所以我们有很长时间的关系 和中国的大学 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中国学习 因为它是最好的地方 去学习 和我们有HOT-POT 我们有HOT-POT在我们 所以如果您喜欢很好的中国食物 Albany是最好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 因为在我的房子 有一个很好的中国厅 我家里是中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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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她是中国厅 我家里是中国厅 他们在全面 我们爱他们 谢谢 谢谢 左上听 After what is the most popular focus for 学生 === It's really popular the quantity surveys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for our undergraduate and post과� they are the two most popular things we have the new major in our master of programme the first one is Digital Built Environment in which people learn all the digital technologies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sustainable mindset in which we learn how we can reduce the carbon emission 和我們的建築物 我們有一個人的建築法 只有少數在世界上 我們有一個獎勵 Dr.Nasim Ali 他一位最名人在建築法 和 Quantity Survey 他只須獲得了一名 我們希望他得到一名 很快的工作 因為他在建築物業 我們有些學生 都学了俗文和クリっと研究中 大多的圖人 tell them come and talk to me let's go and have a look at your CV let's go and have a look at your social media LinkedIn profile and we try always to help them we don't want to have just good students graduating from here we want to have good graduates that go in the industry and they make a revolution in the industry I think all your teachers here in the society as well are connected to the industry 是的,我們有幾十人在這個地區 所以我們是最大的工廠工廠 所以我們在新西蘭,我們都聯繫了 與工廠工廠 然後我們要聯繫他們 然後我們要聯繫他們 與工廠工廠工廠 然後我們要幫助他們 找到好的工作 最多的時間是找到第一工廠 之後你得到第一工廠 你已經在這個系統 只是要決定什麼要做 與你的生活 我們有很多好例子 學生從中國 他們已經得到 國際上和國際上獲獲 為成為主持人 在新西蘭 所以有很多好奇事 從中國 所以你剛才回到中國 我一直回到中國 從中國 我們從中國 從中國 所以我工作很多 我工作很多 但我多次回到中國 然後來試試很多 其他學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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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住在vision 1個上層 在無限 我的婚房 我愛當中層 所以我在家吃過 65 但是我讀 Back 很多學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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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学 tech 我通常會訪 南京 European 其實 在阿里纳迪 我认为中央学校的学校 这次我再来讨论中央学校 再来讨论中央学校 我喜欢与中国同学 我们做了很多研究的研究 建立地图研究 谢谢 记得点赞 关注哦